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我是吴雨淑 今天节目一开始,告诉您在大陆正流行的消费新趋势 在以往,国际奢侈品在大陆的销售无往不利 但是现在因为有网路代购跟海外旅游兴起 所以精品销售开始负成长 这也让精品业开始积极的转型 以跨界的方式延伸品牌,吸引更多潜在消费者 像是旗下LLV的法国集团收购了粤菜餐厅 卖起了中式料理 而英国精品也在上海开了全球第一间的咖啡厅 英国时尚庞克酵母BVM Westwood把英伦风注入服饰皮件和配饰 在上海却把时尚转化为舌尖上的美味 英式萨武查塔,18世纪贵族风 浓郁奶香千层酥和口感酥软的马卡龙 每一口都是低调奢华 土星标志印在绵密奶泡上 有logo的装盘拿铁 咖啡拿铁伤心悦目 女性顾客指名就喝这一款 它的logo可以在咖啡上面看到 我对这个logo没感觉的话 我也不会想尝它的咖啡对不对 品牌元素细节处处可见 茶壶杯盘印有经典英文格文 墙上大钟时针倒转 是庞克酵母的创意 从精品跨足餐饮 精神也得延续 用冰块淬炼出一滴滴的咖啡 每天限量一杯 我觉得这样的尝试挺好的 让我们就是作为粉丝 或者是作为顾客 能感受不同的东西 要等多久 现在的话四十分钟左右 几位啊 四位的话可能更长一点 因为桌子不一定有四个人的位置 时尚精品夜跨界开启的咖啡厅 每天都是这样子人潮爆满 但其实它是一个电中电的概念 因为你只要再往前走个十步 就可以来到全球最大的旗舰店 有各式各样的精品可以选择 咖啡厅和门店相互相成 正式经营策略 消费者打发时间转战精品店 无形之中还能带动业绩 随便看一下衣服啊包啊什么的 现在时尚品牌都开咖啡厅 他们可能也觉得这样挺好的 这样互相带动一下 精品店的沙发区 坐满了等着进咖啡厅的消费者 要增加客户的忠诚度 得贩卖一种无形的产品 生活态度 把企业文化去注入到很多的各方面上去 可能几千块钱买一个包包 他不太愿意 但是你让我一百块钱两百块钱 吃一个下午茶我还是愿意的 清明也是重点 尤其奢侈品在全球销售皮弱 除了紧抓高端客户群 崇尚个性的80 90后 更有潜在的消费力 比较潮流一点的这种下午茶的话 会比较更加融入一些年轻人的一种感觉 对 2013年奢侈品大陆销售年增率2% 到了2014年却出现负成长 规模降到人民币1150亿 相当于5750亿台币 其中网路代购 以及大陆民众付海外购买 都瓜分原有市场 奢侈品牌为了不再让人觉得高不可攀 所以纷纷发展了不同的产业 像是铺子就开了餐厅还有咖啡厅 让更多年轻的朋友愿意接触它的品牌 而LV则是以集团旗下的私募基金 收购了知名的粤菜餐厅 卖起了中式料理 到了主食7.2了 要给它30秒的定型节的时间 粤菜蒸煮炒包之外 多了法式烹调的优雅 低温慢煮分子料理 先把鱼肉煮到一定温度 再用小火油煎 上桌前淋上一大匙黑松露脏 颠覆时刻对粤菜的想象 里面的糖心的效果 如果现在一切 你会看到里面就很圆圆的感觉 就好像我们吃走心的巧克力一样 菲力牛同样多这一道手续 把肉质的鲜嫩包覆在里头 中西餐融合慢工出细活 年轻的人可以接受菜类事物 给人家新鲜感 把它放在香菜类外面 打下去 食材摆盘很坚持 这么挑剔是为了顾客的经验 汗逸深深的赞叹 这个是那个黑松露脆 鱼干黑松露 然后有一点奶酱 感觉就很好吃 成立24年的新加坡粤菜餐厅 全球有120家 2014年法国LVMH集团 以1亿美金收购90%股权 成了幕后大老板 国际精品以美食 重新布局亚洲市场 加了很多很多松露 然后就感觉这个很豪华 平价的奢华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的奢华 很新鲜啊 就是LV耶 所以就觉得 在上海哪里有这种体验 就必须要来吃吃看 人均消费人民币150到200 吃一餐将近台币1000 相对于动辄上万元的包包 年轻白领吃得起 打造他们的品牌 另外一个方法嘛 因为可能年轻人 没有那个经济实力 去买他们的牌子的东西 所以从餐饮这方面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方式 去更了解他们的策略 过去消费者用奢侈品 证明身份定位 如今购物趋向理性成熟 精品业的跨界变主流 延伸产业 全面覆盖大众生活 因为他就在这里 并非他们的状态 城市长 果然是不专门 又有不专门 那应该就是 那应该就是 市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